你好,Install了Hardis,我们来这个Home Button 然后我们找这个HDD Manage 确定一下这个很重要 Status一定是要Normal 然后你会看到这边是Read and Write Disk Capacity 就是你Hardis的容量 这个Status不可以显示别的 如果显示别就是不正常 一定要Normal 这边检查好了 然后我们就来这边 Home Button 然后来这个Record Config OK,通常我们是用Default Default这边都会有Regular和Detect 这个是星期几 这个你不要去动它 如果你不小心你动到 你动到你选择星期三 然后你又忘记的时候 忘记check的时候 星期三你就完全没有Record了 如果你不知道你搞乱了 我们就用回这个Default OK,然后它就跑出来 我们按OK罢了 很简单 再来看一下Record Config OK,跟你解释一下 这个Regular就是代表24小时 不间断的录影 Detect就是有Movement 它才录影 通常我们两个都用 最好就是两个都用 你两个都用它的好处呢 你看尾的时候 Playback的时候 Regular 24小时录影 下面它会有显示出来 然后有Detect到Movement 它就会有一个红线的 它会告诉你 所以你也方便找回 两个都用比较好 这个是我的建议 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 你去用一下 这个带来一下 谢谢你 谢谢你 avere你 reload rover